舒豪兩個人 今天為了猛甲議題持續的交鋒 因為蘇貞昌在美國的時候 曾經比喻說 從板橋走進猛甲 就好像是從美國走進墨西哥一樣 那麼此話一出 郝隆斌是要求蘇貞昌要道歉 但是在昨天的一份 美國最外交期刊 最新城市的排名 墨西哥是三十名 但是臺北市卻是只有三十九名 所以蘇貞昌說 是臺北市要加油了 對臺北市政蘇貞昌在開跑 抱歉我把墨西哥也挑出來 你有 臺北不是最大的城市 臺北不是最有錢的城市 可是我們要規劃的臺北 就是最有文化創意的城市 郝隆斌這段話 不知道是不是在幫自己消毒 選前一百天為花博宣傳 還找來繪本作家吉米鄉挺 製作偶動畫大打連任保衛戰 我還是照我自己選舉的步調 在進行 尤其我始終相信 把市政做好 把花博做好 然後就可以爭取到選民的支持跟認同 選前最後倒數 郝隆斌準備打市政牌 有沒有用 這筆帳恐怕得從頭算起 四年政績總體檢 民視新聞 最後報導